阿嬤找到豬肉攤前 仔細挑選東翻西找 幾乎每一塊豬肉都拿起來看看 再把滿意的裝進塑膠袋內 掏出錢包付錢看似沒問題 但就趁老闆回頭時 阿嬤拿著裝好的塑膠袋 使出第一招眼人耳目 甚至連找完錢 也順手摸走第三塊 但還沒結束 阿嬤使出第二招 聲東擊西 看似跟老闆攀談豬肉價格 還想多買幾塊肉 但這時候早就鎖定好目標 一個轉身 阿嬤假裝鎮定 還回頭跟老闆說掰掰 才離開 手法相當熟練 比對偷借前後 攤位的豬肉明顯少了一大堆 短短四十三秒 就偷了四塊豬肉 阿嬤動作流暢 不仔細看 真的看不出破綻 但這並非她第一次偷竊 目前警方已經鎖定身份 將會通知道案說明 近期豬肉貴桑桑 阿嬤想加菜 把菜市場當成自家冰箱 已經變成市場黑名單 三星文 該韓人 徐霜雲 新北昌報道